好 继续带来看到吉安湘公所 客委会专案补助的 吉安湘客语文学阅读营 故事色香味 共有五天的精彩课程 那么有34名国小学生 在专业讲师与辅导员带领之下呢 不仅能够开口说客语 更深入认识客家美食 以及文化之美 也首度开启了客语文学下令营的 全方位学习 让孩子们的暑假是丰富 不用充实 吉安湘公所主办客家委员会 专案补助的吉安湘客语文学阅读营 故事色香味 为期五天课程 从7月24号在吉安国小揭开序幕之后 34位的国小学生 在专业讲师和辅导员的带领之下 不仅能够开口说客语 更深入认识客家美食与文化 你们昨天有没有画海棒 最喜欢填在墙皮下的 就是你们的海棒 所以你们昨天有没有画海报贴海报 我都看得好精彩哦 你们都把你们昨天的课 还有所以想的 还有吃的 还有客家的美食 统统写上去 那你们昨天有踢戒指吗 有哦 我踢得超快 我以为你还都讲超 所以今天刚刚 我们的队长讲的 我们只有一天半了 这五天会让你们 学到很多东西 吃 还有客家的语言 汇本 起降大车去认识自己啊 很多好朋友 很多很多很多 阿姨讲不完 所以你们自己 慢慢的来体会 这五天好不好 这次活动以文学阅读为主轴 客家文化为重点 让学生们用分组迎对方式 来体验各项课程 包括故事绘本 在地走读 单元图表共创 美食手作 混零多元学习 游戏中置入客家精髓 等动静态的活动 让学生自然而然 学课语 说课语 读课语 短短五天课程 孩子们进步飞速 让家长们也十分惊喜 吉安校长游淑珍表示 未来会随时推陈出新 延展不一样的创意新点子 让更多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深度认识客家语言与文化 这里会吉安相报道